凌晨2點多 一名阿嬤騎著腳踏車 還在路邊撿資源回收 路邊兩大袋衛生紙 以為沒人的直接撿回家 幾個小時後到派出所 坦承偷走衛生紙 阿嬤怕被關 跟當事人和解 卻是一連串惡夢的開始 雙方講好了和解條件 對方要阿嬤用原價 798元買回兩串衛生紙 更要求100倍的賠償金 阿嬤通通照辦 沒想到阿嬤又被找上門 追討10萬元的律師費等等 因為兩串衛生紙賠了18萬多 已經賠了高達227.5倍 阿嬤兒子質疑對方欺負老人家 一氣之下衝到派出所 怒告對方恐嚇取財 女子被偷兩串衛生紙 損失不大卻獅子大開口 不斷追討賠償金 還被指控前好和解卻不認賬 反倒涉嫌恐嚇取財 被警方依法所辦 這個高雄做報道 按照片 犯罪工作用 我用大補充機的 打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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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